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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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的 恭喜大家在那個經過了許多沒有足夠睡眠的夜晚之後 然後今天大家早上成功的起來 成功到這個遙遠的王國 然後成功的坐在這裡 我們成功在多年之後 讓Sammy重新回到這個地方了 請大家給自己掌聲鼓勵 OK unfortunately, I was speaking in Mandarin Chinese so for those confusing faces yes, we do provide English interpretation so you may find the YouTube link in your email Send from the God Zero Summit so if you click the link on YouTube and then put on your headset you can hear our wonderful partners providing English speaking for you so that's what you can do right now 好,那我轉回那個華語 這樣子 好,對 很開心今天有機會站在這邊 雖然我跟很多台下的大神們可能也都一樣的困惑說 為什麼我會站在這邊這樣子 這是我的一個簡歷 就是做過GNV News 雖然是我在社群裡面的一個project 但出過一本書《真相製造》 書裡面描寫的很多是台灣 以及其他各國的公民科技社群的夥伴 然後2022年烏克蘭戰爭發生 大規模的侵略發生之後 烏克蘭的報導裡面也以科技網路 跟民主任性為我的報導的主軸 所以出了第二本書 然後也開了一間咖啡店 然後現在也有一個podcast 叫《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完全是一個inspired by GovZero的一個自己的side project 好 但我想用社群的方式做自我介紹 所以下一頁 三個關鍵字 第一個我是一個麻瓜 意思說我不會寫code 對 然後所以我大部分的時候就是一個 就是一般人的角色在社群的活動裡面 跟大家互動 然後第二個關鍵字跟第三個我們等一下再說 下一頁 麻瓜這個社群裡面可以做的事情是 就是在大家沒有辦法早起的時候 當那個拿麥克風的人 所以在same的時候過去幾次 就是從旁邊場地的主持人 然後開始做到這邊 我有種金曲獎的那個嚕嚕的感覺 就是 對 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麻瓜還可以做的事情是下一頁 你可以開一間咖啡店 然後讓社群開大松這樣子 對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對 對支持社群的成長下去 好 下一頁 第二關鍵字我是一個記者 大部分的時間我都是一個記者 我自己覺得 2012年在商業週刊的時候 那時候德國的柏林的一場 柏林的選舉 讓我注意到德國海盜黨這件事情 而13年呢 我就飛過去柏林 然後採訪了德國海盜黨的總部 跟他們的黨主席等等 看見了很多 看不見的東西 說了一些廢話 但就是 一些很辛苦 以及 除了技術之外 當你要做一個 跟民主相關的技術計畫 的時候 會沒有引到的現實 那時候回來台灣之後 做一個分享會 所以我想跟一些現場在這邊的夥伴 那是我們第一次相遇 然後那是2013年 那時候的G0V的狀態跟現在很不一樣 十年過去了 我們等一下會來看一下 這十年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好 這是我的第二個關鍵字 下一頁 所以大家就會好奇 你是一個麻瓜 你是一個記者 但你為什麼會站在這個 東亞最大的公民科技的年會的舞台上 這樣子 我自己也就是一直在思考 為什麼 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 所以我不斷地重讀那個 撒密寄給我的邀請信函 我想確認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還是他有沒有記錯人 這樣子 好 我看到了最後一個關鍵字 前面當然講了一些 我做了什麼什麼事啊什麼的 但最後一句話 讓我百般的思索 他希望我今天在這邊分享 我看見的G0V社群 跟台灣在地的扎根與連結 上一次的賞命是2020年 這一次是2024年 四年過去之後 這時候我們要回頭來說 自己的故事 為什麼呢 我自己在猜 是因為這四年 世界上發生了太多的變化 全世界的媒體 從過去很少有駐台記者 到現在幾乎每一家 在這邊都有辦公室 INGO出現了 開第一個INGO辦公室的人 今天也在這邊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都出現了 這四年全世界的眼光 開始投向台灣 但大家看什麼 大家很多時候會看到G0V G0V的故事被全世界給訴說 但是不是被訴說這麼多年之後 可能這一次的議程主希望 可不可以我們來說一下自己的故事 但其實這兩天的議程 全部都是我們在說自己故事的機會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30分鐘或許是一個導讀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接下來這兩天 要怎麼享受這一次的SUMIT 下一頁 我選擇了這樣的方式 這是我第三個關鍵字 我要用買一送十的方式來呈現今天的這個KINO 意思是你們邀請了我 但我去採訪了十個社群的資深的參與者 他們在這個社群裡面的經驗 很多是超過了十年 就是它可能是創立這個社群的一開始 從他們的口中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社群的故事 跟台灣的連結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後來這個主題叫做 沒有人在前線 而在這個前線之上的沒有人 我們現在處於什麼狀態 或是我們要怎麼做呢 所以接下來的這20分鐘 我只剩20分鐘了 你會聽見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麻瓜的話 這可能是一份導讀 但是真正的精髓 在接下來這兩天的議程裡面 如果你是專家的話 接下來的這20分鐘 是我這10年來 跟你們學習的一份學習報告 如果你是社群的人的話 那請讓我用這20分鐘 致上100萬分的敬意 因為這一次參與比較多賞命的過程 我知道這真的很不容易 像剛剛的那個總召 PM5 他跟公司請假了一個禮拜 就是希望在最後 讓這個賞命可以好好的發生 所有的人都是志工 所以你們真的很了不起這10多年來 好 那我要開始了 下一頁 故事會這樣走 我們先去巴黎 柏林 然後吉福 然後台灣 下一頁 2017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巴黎的總統大選 然後那時候去那邊採訪 那邊總統大選的畫面 大概就是長這樣 那是我第一次跟警察 在巴黎街頭一起奔跑 去過巴黎好幾次 但我沒有用這種方式 我就跟著這些抗議的人砸玻璃啊 砸車啊 然後推倒任何東西 然後警察在後面追這樣子 然後煙霧彈什麼什麼的 那是總統大選的時候的巴黎的街頭 那一次的選舉當中 青年的失業率在當時超過一半 然後當時的那個總統 他的支持率只掉到8%不到在選前 所以他後來是直接棄選了 他棄選之後 其他傳統的政黨派出來的總統候選人呢 都有醜聞 所以大家對傳統的政治都已經非常非常的失望 又覺得推出來的人又 你知道 台灣人好像沒有太陌生 但總之就是當時大家不太滿意 好 所以馬克宏在那次的選舉裡面就注意到了 他那時候當選了 因為他打著一個新的一個旗幟 新民主的一個旗幟 在當時你看見的情況是 經過15年16年的恐攻之後 當時的歐洲是非常非常緊張的 但同時 14年15年16年 以百萬計的這樣子的難民湧進了歐洲 整個歐洲是分裂的 是不知道該怎麼辦的 傳統政黨又讓人失望 然後歐元的經濟體 像許多國家的青年是 覺得對未來是沒有希望的 覺得民主跟他無關 或是說這些政治人物不代表我 所以就需要找新的選項 集團的政治政黨在那時候就興起了 所以在法國總統大選當中 你看到極右派進入了總統大選的第二輪 差一點就要當選 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見 右邊這一排法文全部都是公民科技的專案 他們找不同的方式 用去中心化的方式 用web3的方式 讓大家在線上連署 然後創造自己可以代表自己的總統候選人 不再是讓政治政黨來決定 可以派哪些候選人 有人做了很多政策的比較的指南 還有人直接做一個APP 可以一邊交友一邊討論政治 最酷的是一個Al Qaeda 它是一個媒體的計劃 他把記者們全部殺掉了 他讓所有的讀者一起來決定 這一期我們要看些什麼 投票討論之後 然後去邀請正反面的三個專家 然後幫他們放在一份報紙上面 用紙本來讓你看見一個議題的兩面 不讓演算法決定你只看見其中一條 這是工程師所推出的一個新聞的計劃 所以17年的巴黎 你看見憤怒失望 然後有這樣新型態的政治人物 但同時你看見很多積極的公民 也想要找到新的希望 公民科技在當時扮演這樣的角色 下一頁 2019年到柏林 當時的柏林會去採訪是因為 出現了很多兇殺案 這些兇殺案是針對政治人物的 所以你會看見地方 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早上醒來之後 發現他沉屍在自己的陽台上 因為他被憤怒的選民殺了 去了之後採訪了很多被殺過 被暗殺過 被收到威脅過的地方的政治人物 原來發現有這麼多 德國基層的政治人物 收到死亡的威脅 為什麼呢 因為難民政策 當時極端政黨 跟很多納粹的用語很相關的 這個AFD在當時得到了很多很多的選票 創下了最高的投票率 同時我們也看見直接拿槍上街 無差別的衝進猶太教堂 這樣子的一個恐怖攻擊的行動 都在德國發生 那時候是柏林會想倒下30週年 所以去做了一個採訪 在那個情況之下 你同樣看見公民科技的計畫 試圖在這樣子社會分裂的前線 試圖做些什麼 像這個是My Country Talks 就是一個媒體終於願意跟 就是公民合作的一個新的嘗試 它用交友軟體的方式 讓你填寫自己的政治傾向之後 幫你配對 但是跟你配一個完全相反的一個對象 然後跟你約好 我們全國在幾點幾分的時候 你就要去跟你的對象見面喔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你有種的話 就加入這個來電武士的挑戰 然後談完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在做就是後面的調查等等的 發現面對面的對話 的確可以解決一些事情 你也看見Hawks Mac 這樣子的一個解決謠言的一個計畫 它在Google Map上面放上 在你那個社區裡面 關於難民的謠言 然後附上事實查的報告 所以你如果對於你們社區的難民 感覺到恐懼的時候 你可以看見關於你的社區 關於難民的謠言 背後的真相是什麼 這是他們用地理位置 來做實實查的這樣子的計畫 所以你再一次看見 在先進的已開發的民主當中 當人們對於民主失望 當民主社會面遇到新的挑戰的時候 公民科技這樣的計畫 如同台灣一樣 他們不斷地出現新的嘗試 但另外一方面 科技也被其他人所用 所以在那次的採訪裡面 採訪了極端政黨 極右派的網紅 他們也有自己的APP 他們也有自己的線上討論的社群 你甚至可以看見跨國的網軍 在線上他們也協作 然後也開圓 但是是協作謠言跟 就是錯誤的影片這些 然後開圓地釋放出去 讓大家各自用自己的帳號 自己的語言 在自己的網絡上面 一起散播 反當地政府的這樣子的一個謠言 所以科技被兩邊不斷地 用自己的方式去使用 然後這樣子的battle 不斷地在誕生 下一頁 我們用了很多的實力 看了公民科技可以做些什麼 或在民主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OECD是這樣定義它的 使用數位科技 創造知情的大眾 擴大民主決策參與 提高政府的反應與可責性 以強化民主 這是OECD給它的一個定義 所以剛剛講的例子 其實都落在這個 這樣子的定義之下 試圖要強化民主 因為大家都知道 民主很多的時候 其實相當脆弱 或是它還在成長的過程當中的 下一頁 最大的Civitech Field Guide 是用這樣子數量的方式 告訴大家 公民科技可能是什麼 然後成長得多快 你可以看見世界上 現在有8000多個 公民科技的專案 下一頁 然後把它分成六大分類 然後每一個分類下面 有這麼多的一個子項目 所以如果我們用2012年 3年那個時間段 然後歐巴馬的政府時間段 一路推到現在 最新的已經是8000多個 世界上這樣公民科技的專案 你可以看見 看見的事情是 這件事情快速在成長 但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說是 民主很多時候需要協助 或是強化 所以 有大量的新的project出現了 因為大家都看見了問題 好 下一頁 接下來要進入GinV的這十位的訪談 告訴我 在他們眼中 什麼是公民科技 或是他們怎麼看待台灣的故事 其中一位有提到這個理論 就是可悲點理論 對 他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 他是這樣解釋人在社會社會當中 被什麼樣的影響 被市場影響 被法治影響 被社會規範影響 被結構影響 但公民科技呢 它在那個中心呢 它的影響可能是雙向的 它可以反過來去影響 市場裡面所存在的主張 或是政治人物或什麼的 它也可以去影響 立法的過程 它也可以去設定社會的規範 它當然有機會改變 在某些產業 或是某些遊戲規則裡面的 那個結構 所以它那個箭頭 可以是逆向過去的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理論 來看公民科技的角色 下一頁 我看到村長走進來 好 剛剛講的都是在 常態的民主社會當中 公民科技做為什麼樣子的一個 被利用的方式 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 失去信任了 社會分裂了 等等 但是當你有一個外來的威脅 影響到這個民主體的生存的時候 在那個情況之下 公民科技又做些什麼樣子的事情呢 在烏克蘭的採訪裡面 看到很多 各式各樣 對我來說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包括 他們用3D練習的方式 用開源的模子 給大家自己用3D練習機 在家裡 印出一些 相簽的一些配件 讓你自己在玩的那個無人機 是可以投手榴彈的 所以你可以協助 就是軍隊 然後用你家的那個無人機 然後去投放物資 或者是手榴彈這樣子 這是他們在很缺裝備的情況之下 自己衍生出來的一個應用 你也看見很多 在被佔領地區 他們用很簡單的 Google Doc 或是各式各樣的協作的軟體 去搜集 我們城市現在看見俄軍了 他們人在哪邊 或是哪一家已經被攻打了 或是 它可以統計一個社區裡面 每個人每天被俄軍打的次數 或是 你被打了有歐塵 或是有傷口 然後先拍照在那個 供筆上面留存啊等等等 各式各樣的數位的應用 在被佔領區 或是 交火的地方 或是在作為後備的地方 大家在做物資的時候 他們自己的 不要小看賴社群 就是 你自己的那個群裡面 其實在這種情況 可以發揮很多很多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 可以看到更大型的 烏克蘭政府自己推出來的 這些DR 這些等等的app 在戰爭的時候 做為什麼樣子一個 軍民協作的一個平台 讓公民科技在戰爭時期 可以得到更多的應用 跟發揮資源 其中一個 談到烏克蘭最大最大的 一個公民科技計畫 就是 那時候我在Genevy News的時候 幫他們採訪的一個文章 然後 戰爭發生的時候 我又去見了 當時做這個計畫的坑主 我想講講他的故事 下一頁 當時2014年 如同台灣的太陽花革命一樣 烏克蘭也產生了廣場革命 當時他們也是要拒絕一個 被強行簽下 跟俄羅斯簽訂的經濟協議 而人民和平上街抗議 但最後是血型收場 不過他們還是擋下這個協議 只是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因為克里米亞還有烏東 就開始被俄羅斯併吞 或是開始承受他們的戰火 很多那時候的Hacker CV Hacker 那時候開始做事情了 他們發現他們的軍隊這麼的弱 其實很多一個關鍵是因為貪腐 所以他們想要改造政府的採購流程 讓貪腐這件事情 不要變成一個癌細胞 然後不斷侵蝕這個政府的體質 所以他們做了這個 Prozorro這樣子的一個數位的平台 他想要改造整個政府的採購流程 這邊沒有時間 不過你可以在Genevieve News上面看到完整的專訪 當時做這個案子的這一位 後來在戰爭的時候 我跟他重新連上線下一頁 他沒有停下他反貪腐的腳步 在戰爭發生的時候他被徵召了 他不是被徵召去當兵 政府是徵召他來說 現在有很多國外的捐款跟物資進來了 貪腐蠢蠢欲動 我們現在成立一個新的反貪腐的委員會 特別是在戰爭時期的請你進來這樣子 他們持續開發新的應用 包括你要重建烏克蘭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重建 那我們可不可以鼓勵綠建築 在這個重建的過程當中開始出現 可不可以鼓勵全世界最好的廠商 來我們的平台上面註冊 當有這樣的錢有這樣的資源 要合作蓋東西的時候 這些優秀的廠商可不可以成為第一波 我們合作的對象等等的 當時戰爭不過才發生半年 他們已經開始在想 怎麼繼續用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讓政府可以在危機當中順便調整體質 這是他的遠闊 他說對烏克蘭來說民主就是這樣 一關又一關的挑戰 一個世代接一個世代 一個project接一個 過程需要debug 也需要hacking 但是不幸的 我們旁邊是俄羅斯這樣的國家 所以在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付出這樣子的代價 這是他的詮釋 這是他持續做公民科技 CV hacking 這樣子的原因跟目標 當然在烏克蘭戰爭大規模發生之後 很多世界上的目光就投到台灣來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看台灣的故事 下一頁 一三年 那一個分享會之後到現在 十年過去了 大家經歷了什麼 我只剩十分鐘 我要分享 以一買 就是買一送十 我後面那十個人 他們告訴我的事情 請想像我後面有十個人 下一頁 一切開始是這個 Yahoo Tech Day 獎金五萬塊 吃完剩三萬 到底吃了什麼 但後來總之還有剩錢 就開始辦黑客松 第0次的黑客松的場地 是其中一位律師找的 他說那是他第一個坑 後來呢 這群人找了更多人來 設計師媒體 設計運動者一個捲進來 讓這個參與這樣子 開園運動的門檻降低 所以更多人可以進來 他們都提到了 源頭是台灣90年代的開園運動 他們也都有提到 那時候身為還在 前十年這個社群是因為它 所以有了很大很大的一個成長跟協助 下一頁 開園運動不是只是談技術 是一種介入社會議題的方式 是什麼意思 就是做完之後大家一起用 或是大家一起想 然後不要分你 我不要分組織 這個讓很多做社會議題的運動者 就是煥然一心 覺得原來可以這樣做議題 或是對很多記者來說 原來我們不用競爭 我們可以協作 原來數據這些東西 拋出來之後 可以大家一起想 可以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開園這個概念 不只是技術 你是技術人 你來到這邊發現 原來這裡不是在比誰比較厲害 其實真的大聲 只要做什麼酷的事情 大家比的是 我們解決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但如果你不是技術人 你來到這邊呢 你可以發現 原來透過數據的方式 透過開園的方式 你可以involve更多 過去你可能是在對抗的那些厲害相關人 然後進來真正的把問題的核心跳出來 或許可以找到一些合作的可能 透明足跡就是一個最標準的一個案例 前幾屆的場面也有分享 當時深漢也是分享的人之一 好 下一頁 所以問了他們 都對我問這件事情 所以對你們來說 社群人V到底是什麼 它是一個生態系 聽起來很冷感的一件事情 很不讓人興奮 但仔細看呢 這邊有很多的不同的中心 所以社群軌 這一次大會的社群軌 每一軌其實都是一個中心 所以它是一個多中心的一個社群 多中心會各自做什麼事情呢 他們會辦自己的小松 除了大松之外 然後他們去經營自己的子議題 有人做租屋的議題 他可以從租屋的租金的數據開始爬 但是到現在自己實作了一個租屋的計畫 然後他們不斷地在線上討論 關於房租的政策跟房東的關係 怎麼簽約這些東西 他們談的不再只是做一個應用 只是一個code 他們是真的把那個議題的全部挖出來之後 慢慢慢慢地討論 但因為這個過程很長 所以你可以代入的人就更多了 像我們這樣的麻瓜 就越來越多細分在這邊 所以G0V不再只是一開始的那個G0V 它讓更多的議題都可以進來 跨了這樣子本來的一個界線 所以變成了一個生態系 下一頁 但我們都知道 後來大家就要愛講或看見了台灣的故事 有些媒體會說 台灣變成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所以當很多眼光來到台灣之後 大家就會去看 但最危險的地方還有像G0V這樣子的一群人 所以大家就會好奇G0V是什麼樣子的故事 很多的參與者說 他們覺得自己好像變成某種傳說或是迷因 被世界各地的人所傳送著這樣子 那是因為他們想要相信 不過回到地面上 這些社群的人 除了一開始的那Yahoo Tech Day的五萬塊之外 他們還是得想辦法活下去 所以他們其實面對到是非常日常的事情 剛剛談的多中心化 那就代表 其實代表一定的是混亂或是沒有規則 剛剛談到這一切都是志工 所以你沒有辦法有一個組織 可能有組織的這樣子的經營 也沒有權職的人 所以基本上 要怎麼拿穩定的funding或是資源 讓事情可以好好的持續做下去 這都是每一個坑主 其實每一天可能在思考的問題 但他們又想要創造一些改變 但你要跟政府合作嗎 怎麼樣合作 你要跟政黨合作嗎 怎麼合作等等等等的這一些 其實這些日常的所說 都是決定這場運動真正的關鍵 大家如果真的關心傳奇故事的話 其實這一些 我覺得是更傳奇的部分 你到底要怎麼在下班之後 還要去做這些事情 那不是一個人可以做的事情 我看著比林 就覺得他可以做這麼久 Coffex到現在 真的真的很了不起 好 下一頁 更了不起的是 其實外面的環境不斷在變化了 我們都感受得到 對立 分化 極端化 本來大家在做的事情 GNV的專案 其實就算你自己不 不幫自己hashtag 別人也會幫著你貼標籤 在這樣子的一個社會情況當中 我們還能夠好好的談議題嗎 我們還可以開院 還可以協作嗎 還可以真的不帶政黨立場的討論 社會應該往哪裡走嗎 這些其實都是很大的一個困難 其中一個 今天的共同坑主告訴我說 他覺得關鍵還是團結吧 如果你的專案是為了 在凝聚社會共識的話 那就是所謂對抗這些外力威脅 或是對抗分裂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各位坑主聽到這件事情 覺得怎麼樣 但其實你們就是做自己持續做的事情 只是外面的變化真的太大了 可是要好好保存這個地方 其實真的也很不容易 但很多人持續用GTV這件事情 或是繼續在這邊開Same 都是因為他們還珍惜 就是他們告訴我的話 下一頁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想你跟我可能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都選擇用志願者的方式 然後都是說讓沒有人來做事 但我從頭到尾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人可能真的沒有人 就如同今天早上在你們來之前 大家也都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有人 所以如果沒有人真的沒有人呢 你們都不擔心嗎 我每次看到他們講著沒有人的時候 我都很害怕這樣 這次的訪談我懂了 沒有人的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開源社群的這個bonding 是來自於自己的認同跟投入 貢獻是一種愛 你投入了 你貢獻了 你做的那些事情 然後他做的那些事情 這是你們兩個彼此的確認 非常非常的浪漫 對 確認過眼神了啦 對 好 所以我稍微能夠理解 為什麼他們要堅持沒有人了 就是你們在這邊就代表這裡有人 就代表我們彼此確認過了 就代表這個社群的核心還在 而如果你願意多做一件事情 你請假一天 你願意上台尷尬30分鐘 你願意投稿 你願意早上9點出現 那都是一種貢獻 都是一種愛 都是一種彼此的確定 所以我們對GNV這個社群還有 還有 還有 對 好 所以 我稍微理解什麼是沒有人了 下一頁 我只剩2分30秒 除了沒有人之外 他們還給了一個概念 叫做散裝的公民 嗯 我很想給他們credit 但我很怕在台上說出他們名字 我有點就是 讓他們尷尬 好 散裝的公民 意思是說 沒有人很多時候看起來還是沒有人 但是一旦事情發生的時候 然後 或許人就會出現了 就是這10幾年來 他們這些 經歷很久的社群的人告訴我的話 他覺得 大家不是一個 whole package 說你們就是某個組織 所以 團進團出 沒有 大家都是自由行 大家都是散裝的 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會出現在廣場上面 所以這整個社群不只是生態系 一代創造是一個civic space 讓這個田可以保留在那邊 一旦有任何的種子 種下去之後 可以開出不一樣的花 但對我來說 我不斷地想到 是在烏克蘭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 他們平常會做的一些軍事訓練 也就是說 假設你都來自於南港 其實你可以有自己的地方的小隊 你們可以固定每個月去哪裡 做一些軍事的排練等等 然後你可以跟當地的這樣的軍隊 駐守的單位是有聯繫的 所以一旦事情真的發生的時候 你加入地方防衛隊的時候 你們是最懂那個社區的人 你們彼此認識彼此 你知道誰會用地圖 你知道誰會寫call 你知道誰就是槍法很好 你知道誰可能會跆拳道 所以當你需要起身抵抗 然後保護你自己的那個社區的時候 你們這些散裝的公民 可以立刻組裝起來 變成一個力量 這是他們的平時戰備的一個概念 然後我聽到散裝的公民的時候 我不斷想到這件事情 但這樣的故事可不可以繼續走下去 其實需要更多的人進來 成為這個散裝的公民的一部分 一起被散裝 這樣子 下一頁 快要講完了 散裝的公民 沒有人等等這些東西 慢慢釐清之後 可是我們看見外在的危機 是民主倒退 然後集權的興起 集權變得很有自信了 所以他想要影響你 想要打垮你 我們上了前線 這些散裝的公民能怎麼辦呢 下一頁 謝謝 我們念念到前線上面一個最大最大的威脅 就是民主的淺薄化 因為社群軟體 因為這些大家應該都懂了 我們的民主只剩下口號 然後政治人物其實有流量 或許就可以有選票 大家的注意力很短暫很片面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好好討論議題 在這些大的趨勢跟現況之下 相比 我們回頭聽聽剛剛那十個人告訴我的話 Genevee這樣子經營議題的方式 這個開放的方式 這樣散裝的方式 它是在對抗民主的淺薄化 對我來說 所以我最後想到了這本書 就是林秀信老師的這本書 我鼓勵大家去看一下 它鼓勵大家建立更深的民主 但需要建立在更厚的共同體上面 什麼是共同體呢 這邊大家好好看一下這段話 因為我覺得它描述的就是 我們 以參與者為中心 個人變成的詮釋者 透過自己生活脈絡的親身經歷跟感知 來回應生活 進而重新詮釋象徵的意義和價值 藉由這個詮釋的過程抽象的理念 像是沒有人 得以清晰化個人化 共同體的意義也不一樣了 在這個意義下的共同體 公共道德 就是所謂可能符合開源等等這些 公共道德不是透過抽象理性的教化 而是個人直面生活中 時時刻刻的行事判斷與因應 在對立與衝突中 不斷地協商與修正才 逐漸養成的 而這個共同體建立的過程當中 很多是沒有規範到的 沒有潛力的 所以你們需要培養自己的倫理 自己的默契 需要彼此體恤彼此 所以我們在這個不知情的道路上面 我們要繼續往前走的話 我們需要面對很多的未知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斷地挖那個圖 所以我們可以 有一個更厚的一個共同體 跟更深的一亩良田 讓民族的可能可以再發生 這是我聽完這十個 Genevita參與者之後 自己覺得 其實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這個 不是只是沒有人就是沒有人 或是開源的技術等等這些 下一頁 這個共同體的建立過程 一切是那五萬塊 現在聽起來CP值真的很高 十幾年了 對 但五萬塊早就用完了 而且台灣不缺危機 所以下一頁 請大家 請大家 請大家一起珍惜 那個三萬塊 對 不是五萬塊 是三萬塊 所開出來的這個地方 然後 今天 在這邊做個很簡短的簡介 告訴大家 這十幾年來 Genevita的故事是什麼 但我都不是那個故事的主角 我也不是那個最懂的人 所以請大家把握這兩天的議程 去每個 session 聽這些真正的坑主 告訴你他們所做的事情 我作為一個寫字的馬瓜 我只能告訴你 那些事都不容易 而且 慢慢的滾動 那些細節 都是共同體 可以更厚更深 韌性 就是民主韌性 社會韌性 這件事情 長成的每一個纖維 都在那些細節當中 這樣子 所以 如果你想要他繼續長大的話 很簡單的事情 就可以做到了 好 下一頁 當然 這是基礎建設 所以我們期待新的政府 可以繼續做這些事情 怎麼支持公民科技呢 我把我的panel擴大了 所以很謝謝Sami同意 下半場呢 我們會有來自於日本 跟韓國 兩個社群 這兩個社群 跟Genevita成長的時間軸 幾乎重疊 我們想要好好聽他們的經驗 在三個國家 台灣 日本 韓國 政府如果要支持當地的這個社群 或是公民科技發展 他們看見了什麼 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看到 什麼樣的可能性 跟公司夥伴關係 是可以有助於這個社群成長的 所以那個是接下來 30分鐘 我們要歡迎兩位 大大講者要一起談的話題 所以我們現在 先下一頁 然後就可以休息 五分之後 再回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